某天,小树蛙和狐狸猫参加探险游戏 拿着手电筒经过走廊时 手电筒的灯泡先是闪烁了几下 小树蛙便赶快找新电池换上去 换好电池后,手电筒又可以继续使用 好奇的小树蛙向狐狸猫提问 换上的新电池做了什么事 让灯泡又能够发光了呢? 狐狸猫说,还记得能量守恒定律吗? 在日常生活中,不同形式的能量能够互相转换 而电池因化学反应产生的化学能 可以转换成电能 电能再转换成光能,使灯泡发光 在电池内部化学反应所产生的化学能 可以使电子由正极的位置向负极的位置移动 将化学能转换为电子的电能 让电子往电池的负极流出 经过外部导线再流回电池的正极 所以电池正极与负极的电位差或称电压 就成为常用来描述电池能量大小的科学词汇 因此,只要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持续发生 电池就能不断地转换电能 提供给灯泡发光 困惑的小树蛙问 可是电压和电能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难不成电池接越多,电能会越大吗? 狐狸猫让小树蛙回想电压的定义 电压是指每单位电量的电能 以电池为例 1.5伏特的电池 可以让一库轮的电子 获得1.5胶耳的电能 所以当电池串联越多 电压越大 所获得的电能就会越大 而这样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电能1 等于电量Q乘以电压V来表示 电能的单位为胶耳J 听完狐狸猫的说明 小树蛙明白了电能的观念 不过她想到刚刚在换电池时 不小心碰到灯泡上方的灯盖 感觉热热的 这是为什么呢? 荧幕前的你 也帮忙小树蛙想想看答案吧 当电荷通过灯泡的电阻时 会受到阻碍 消耗电能 消耗的电能 转换成为光能与热能 因此 当电流流进电阻时 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这个现象 我们称为电流的热效应 这也就是为什么小树蛙的手 在靠近手电筒的灯泡时 除了被光照射 也感受到微微热度的原因 而在发生电流的热效应过程中 由电池和灯泡组成的封闭电路 遵守能量守恒定律 及电源提供的电能 等于导线消耗电能和电器消耗电能的总和 最后 流动的电荷所携带的电能 经过灯泡消耗掉之后 会再沿着导线回到电池 重新获得电能 如此反复循环 不过电池放电一段时间后 电能会逐渐减少 直到无法提供电能时 就必须更换电池 这时小树蛙想到一件事 想问问狐狸猫 荧幕前的你 也一起来帮忙狐狸猫想一想吧 狐狸猫回答 这种照光就可以使用的计算机 它的电能是从光能转换来的 所以没有足够的光能 可以转换为电能时 计算机的电路中就没有电了 说到这里 我们跟着小树蛙认识了电路中 电源是如何提供电能 以及电气消耗电能的概念 现在跟着小树蛙 一起整理今天学到的重点吧 电能是电荷通过电压时 所获得的能量 可定义为 E等于Q乘以V 当电流通过电阻时 会将电能转换成热能 使电气温度升高 称为电流的热效应 在封闭电路中 电源提供的电能 等于导线消耗电能 和电气消耗电能的总和 即遵守能量守恒定律 最后 和狐狸猫一起来脑力激荡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你有遇过哪些时电能 转换为热能的电气呢? 试着找找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